從高修府看 偌大場地坐無虛席 桃園歲末祝福 室內溫馨滿滿 上千位來賓中 有味很特別 不是慈濟人 卻別著委員證 他每次來參與都會有一種 好像真的就是回到家這種感覺 那種表情都很滿足 他99年 敘事了以後 因為我們還是希望說能夠 陪著他帶著他一起回來 大家好 意義深長的這一刻 更是志工深耕社區 長照六年的成果 活潑的零食會總是能把長者 旅中府鬥得好開心 平時關懷帶來的改變 家屬點滴心頭 爸爸就變得比較活潑 愛笑 那因為原本他有帕金聲勢症 是有不可憐 其實受惠的不是單方面 我記得在多年以前 蘇惠給我的印象是 他就是每天都會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時髦 他接觸到慈濟以後 那個臉部的線條真的變了 然後變得就是比較柔和 我覺得我在慈濟路上的這一段路 能走得平順這麼多的師兄師姐的愛護 更給我機會 我真的很感恩